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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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卫何在 敢问阁下是 我将刘金服 藏于泥塑马匹中 你们为何无人接应 我等收到消息 便立刻前往 可 可什么可 如今刘金服 在宋义辰的手中 我绞尽了脑汁得到他的信任 想夺回刘金服 可你们呢 直接将他射杀 这国主怪罪下来 你们的脑袋 都要落地 滚 是 王八儿 吓得我 是 陈先生 快醒醒你 陈先生 陈先生 你醒了 你怎么样 那些杀手呢 那些杀手呢 都被我吓跑了 你等我一下啊 将杀手解散 看来 他定与刘金国脱不改关系 不杀我 怕是为了从我手中夺和刘金服 以控制隐藏在天使城中的刘金位 这个家伙 不会把我当成奸细了吧 他真这么想 我可跳进红河都洗不清了 不知刘金国究竟有何行动 如今只有将其究计 通过和苏苏苏 查出刘金位隐藏于天使城何处 还好 算哪有的东西 今日之事 送我对他们引起微信 多谢 不必客气 男女瘦瘦不轻 还请苏苏小姐自助 都什么时候我来还来这一趟 我刚服药的时候 早就忘了不必 是不是十那十块 当十那剑 嘟的一下子冲我飞过来 然后我就刷了一下 就躲开了 可是呢 那宋依晨没躲开 我还得去救她呢 我小姐 你什么时候学会武功的 太厉害了 我等会儿跟你说 好 紫区是否试探出 和苏苏的真实身份 她不仅是刘荆国奸细 只怕在刘青卫中的地位 也是极高的 此话怎讲 何苏苏不用一刀一枪 便可以让刘经国的杀手退下 看来刘经国 早已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玉玺被毁便不可立国 这是五国签订的盟约 如今刘经国攻打天使国名正言顺 只怕其他三国也不会帮忙 陛下放心 臣已经想到办法 将城中的刘经国奸细一并铲除 并修复泥瓦玉玺 慢点慢点慢点 我说到哪儿了 就他 就他就他 然后 然后苏仪辰他就中剑了 当时所有的杀手全都围着我冲过来了 我当时一剑黑虎涛心 再一个海底捞运 然后一个 苏苏 上学去了 来了 来了 然后一个 小姐小姐 您先上学去 上学要紧 我还没说完呢 我在这儿等您 行 那你等我 我回来跟你说啊 好 我在这儿等您 等我等我啊 好 我等您 刘经府呢 少主 刘经府已被宋仪辰拿去 我等今日行刺宋仪辰 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什么消息 太子殿下已安排新的刘经卫首领来接替您 如今他正在寻回刘经府 什么 看来大哥是真的想让我死在天使城中 新的首领是谁 和府敌掌女 和苏苏 和苏苏 一个海底捞运 再来一起堂牢捕铲 啊 啊